一会儿都在乳团 我是没乳好团的 那么四姑那时候他姐姐粉子 他不是 他说在淘汰家说 对 两个小弟表妹还没起床 我跟大表妹已经起床了 四姑又发好了海参 昨晚就说今天的早餐 是蛤蜊海参打卤面 这几天我们姐妹在家 四姑真是开心的不得理 恨不得都把我们养胖 面条卤 这是蛤蜊 蛤蜊鱼乳 我们叫蛤蜊鱼 其实也叫蛤蜊鱼 蛤蜊鱼 开的卤可好吃了 蛤蜊鱼 面条卤 这个叫打卤面 对 这是西红柿 蛤蜊打卤面就是这个 对 可好吃了 西红柿打卤面 西红柿炒蛤蜊肉哈四姑 是 炒蛤蜊肉 炒点小菜 打鸡蛋 很好吃的吃面条 这是穷的话 烟菜 表妹说烟菜 怎么说 西红柿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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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蜊肉 咖蜊肉 火叫哈 哈 哈 吃面条就哈 哈面汤 嗯就是我们这里套话就叫哈面汤 谷妇你说 怎么说 我服学哈面汤 我不说哈面汤 你怎么说这个哈面汤了吧 咱奶奶说哈 好东西要第一口吃哈 然后我感觉 咱 好东西第一口吃快吃 来来,他不够吃个圆饼啊? 够了 第一口吃海参 我奶奶说的第一口都要吃海参 到下面 先,先,第一口都吃海参 哎呀,肩子什么肩,爸爸一点儿不吃 哈哈哈哈 这股肤都搁个大个 奶奶当时说嘛 你找老公,头的不要,今天要找个搞的 对不对 不好看啊,那就过了 对啊 我头头露到啊,姑父 你看,姑父多帅了,80岁了,你还不帅 嘎辣肉做大露面很好吃 好吃,好吃的,我多请你吃啊 好吃,你一碗 嗯,我这碗 先吃海参 奶奶说的,吃饭第一口 一定要先吃好的 我先,唱回 你还吃什么东西 好 把这两海参都吃光 嗯,海参 你吃光先吃光 吃再美 嗯 好 第一口吃海参 对啊 这是俺奶奶说的话 第一口要把最好的东西吃的就吃下 有些人说,后来都在这里肚子 那完全是不对的 对不对 都跟我上台湾去到处逛 你看这个老太太多可爱 哈哈 台湾那时候是不是四年前了 你现在还想再去吗 谁想去,台湾客户了 嗯 吃饭也好 吃的饭啊 我去旅游哪没台湾了好 嗯 18年了 18年了 嗯,18年 那 台湾那个甘性 好 不太多好 真好 快再去吧 快再去吧 我是希望再去一次 80岁了哈 真的能再去 如果再下10年就不能 那以后我那都人出来了 阿里山 小大姑现在哈 大姑非90多岁了 对啊那个 小姐 师傅去看 上去看他那种圈 给他绝工 我认识打工 我是没有记恨 当时 大家被抓走 他去绝工 你是弄个社会 我还 你看宽宏打了 我还吃了 那种的社会没吧 社会不通 社会不通 我还给他绝工 公共教教才绝工 你们想起来 我大哥就是被你们抓来的 他对 你对啊 他对啊 你对啊 他对啊 你对啊 太厉害了 我都出去这么多年 我都不习惯怎么吃了 他早上吃又太薄了 中午就吃不下 昨天吃得好 中午吃得好 中午吃得好 晚吃得好 你吃得好 我其实没有你的生活 宽宽 我一直敬恨着 胡军大伯被人抓走 我说一说 我一直对这个事情不能说 你还真乎 你还 你还 对啊 你还 四十九十十多家人 那咱就脱子 抓咱家 抓咱哥哥去 他也会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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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宽宽大量 你能原谅他们抓这个大街 你看 那那 从前 可抓他了去 哎呀 那那个大街 大街 嗯 哎 那咱们是抓不住 抓不住 抓不住 我都是抓 现在很多人帮住 就没办法 你脱子还不一定 我说事 我估计他脱子 他脱子两次肯定就大死了 那咱们就是 大姑也算大死了 脱子没门 大姑就没有安四姑这个境界了 大姑起来就一句 脱肥 咱哥哥去 我脱肥 那应该四姑修在死水下来 用这个境界就知道 那个意思 那是理事 那是 那没办法 也是 去不行 这不是上卷物吗 上卷物 看他这卷当 你卷当了 就算是 我脱子还在卷当了 你说你卷我吗 你卷了四姑负当了 我这是你脱子还在卷当 我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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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卷当了 我去卷当了 我去卷当那么的 是不是家可能没电话 因为大家说 这衣服上衣服好 我去卷 我去卷 这衣服你别卷 我去卷当了 二四姑负没有位置 在家就得刷锅洗碗 不是 我跟你讲 这家当事是什么原因吧 有充分够的问题 人家 与团与的 反正我是没与好团 人家那会都得入团 我是没与好团的 那么二四姑那时候 他自己凡子 他不是 他算在淘汰家书 对 他在淘汰家书 有些人生存很厉害不算 又是成功的哈 但淘汰家书 所用想 你传与党都得 后一步 所以咱家人都不当共产党员 你都非嘛 你与党 你与党 我也不与党 我也不与党 我连传我都不与 我当什么 我这个人就这么让 我不运你就不行了 反正我大姐就在台湾 我就是国民党 淘汰家书 那你怎么办 我爹给那个兜兆 哎 你把咱才慌 慌心 淘汰分子 淘汰我上学 带号龙 就是最后一批 你看我欺负人 我上学第一批 我带号龙 你那个时候还没有用 还打个名前 你别忘了 我第一次我就到办上 对啊 我管他打号悬 爹你是文化大革命前 我也是文化大革命后 文化大革命后 就倒霉了 那会不通过 他们文化大革命前 那会搞解放吧 越穷越广荣 所以就 结果就文化大革命后 就出来重反乱了 再就开始倒 爹爹爹 那家没受 那家没受委屈 那家没受 那家没受 那家是骗奴 那妈妈 那都是骗奴 那家没有这个妥妥家书 所以 所以我就 哎 还有反正 这么讲 他们都说 放下吧 释怀吧 我就说 反正 跟那个小猪 杀自己耳朵 哪个疼 你这个淘汰假 说 找那个嘴 找那个妹 你都不用提 对不对 我那么小 人家说 他大爹在台湾 他爹在台湾 他犯个名 就这样讲 也不是说 那大姑 活着九十多岁 那应该老姑 九十多岁 大爹被抓台湾去 你这回多好一家庭 九十多岁 对不对 在这个家庭 在家庭就 从那个时代开始 去在家就完蛋了 下来就完蛋了 爷爷 一家里人 三 老爷爷 那不得大雨中临死了 那妈妈说 奶奶说 从天就割他这个大笋 让我这个大笋 那会儿都没用 在大雨中临死了 你这块仇恨怎么能化解 对不对 说过 化解化解去都化解 你这思想讲解比较好 我去看台湾 我看台湾生活 你去台湾 你跟我觉得 是不是人家就宣传晚餐 都在台湾 都在台湾 管哪干净 对啊 对大陆人那么好 对啊 那上来 他什么都有饭 接力吃 对 我说 要这带 我上北京 那去饭 对 台湾人最后 台湾人吃饱了 台湾人吃 台湾人吃饱了 对 台湾人吃饱了 他水锅是个饭 什么样的水锅 有些 比方说荔枝 龙烟 这些很便宜 吃完了 你看就送再两袋 吃了 你看 这一大碗 我实在是吃不下 这两碗将台湾吃了 我请你深情 你来跟我去吧 老了 老了 老什么老了 我这在吃饭嘛 大锅是不行 大锅90多岁了 不赶紧坐飞机了 你 你那个吧 你是你 我坐飞机再干个门 对啊 我给你深情 反正 姑姑在三栋心里 都可以去 可以去做两个月 我给你深情哈 我给你深情哈 好好好 我吃 你看你这一大碗 一个 八十个姑姑 能吃这么一大碗面 太厉害了 我吃了不少去哪吃 那我这碗都吃不下 你看 那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三栋花 对 我超上八十岁了 我超上八十岁了 对啊 都没陪你跳上 吃完下 可以陪你跳上 你看到头上 大鱼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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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很厉害 你干嘛 下次给四骨复两 我去那边拍一下哈 看我四骨多厉害 哎呦 不能再细数说 那样都吃完 就送我自己了 请问姐姐 你回来咋没长肉肉 长肉 我都不敢自己拍自己 是长肉了吗 嗯 他不吃月饼 你看 哎呦 我不是他冗掉又喝掉 他实在吃不下 这个汤可好了 营养价值可够了 都是咖喇油 没想到吃个早餐 引起了四骨这么多的回 当年差点入党 也证明了我们家的姑姑们 长寿 是有秘诀的 她们开心 她们乐观 她们的胸襟宽广 饶恕别人 自己才能健康长寿 这一点 乔娘做不到 因为乔娘在台湾 大伯的事 我始终拱拱于怀 我从小就被奶奶 灌上找大伯的事 祝福没有入党的四骨 永远这样可以回大笑